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今天的溝通课一开始是与你共鸣 我真的发现人就要把自己想要的先把它定好 再去盘摄盘摄到一桌桌的到 然后就开始实验 在这机缘中 这个就像你什么 什么胜败乃兵家常识 你想想看人生有那么多的时间点 但是我们却让过去很多岁月的一片 牛白了 等到你今天再看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 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把握 你会发现这就是设定的与否 要不然一晃就一天 一晃就一天 而临命成长与否跟我们的吉凶后福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你正在努力的为何要努力呢 先是想过好你的生活 什么过好你的生活 观念突破了 你这个身上就一身轻 何况是还有其他陆续的进展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你听懂我先前讲的 你会发现 你的时间不够用 不是在那边 猖慌思措的不够用 你会发现太充实 每一表都拿起来用 每一表都拿起来用 所以 我这一刻在跟你讲 其实也在与你共勉 美丽我自己 我希望我十二首歌快就出来 十二首歌的这个 歌曲的那个工厂 是不是 一天早上来一首 下午来一首 晚上来一首 一天三首 四天四三十二 对 四天就做完 是不是 我准备去做实验 我准备去做实验 来看看是不是 犹如我们自己心中 来设定 是不是犹如如意珠 就给他完成完成完成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很有真的是 那如果你真的可以完成了 那我问你 你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这一刻 你很有感觉的结论中 对于你未来的岁月更有把握 会不会 会 这 就是差别性 你说你跟你 你两个下 下课你去做捷运 你觉得你只有做捷运 你跟你隔壁同样做捷运的那位顾客 有什么差别呢 差于设定 差于力量的泉源 是不是 差于共振 差于 我们所有教育的课程 就这么来的啊 那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 那你在公司那开玩笑 那你觉得是第一把教育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有多少学员 应该就是在他自己岗位上的第一把教育 所以你看看隔壁 都是第一把教育 有没有看隔壁 像不像 都是第一把教育的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你说导致 你讲这件事 人生力智是吧 跟身心有什么关系 关系答案吧 你有多 充裕的信心 会不会为你带来 有空间 让你在修行上 多一点贪心 把自己的修行能够修得更好 会不会 会 会啊 诶 到底听不听懂啊 会还是不会啊 会 所以要知道 所有的东西 不要说这个 头痛一头 一头脚痛一脚 然后都看得不是很清楚 其实全部都有连带的关系 你说你是跑外物的 对吧 月初的时候 想着这一个月怎么办 你每天想着怎么办 没有出去 跑外物就是 没业绩 上个月月底 就你在想着这个月月初啊 怎么让他一炮而红 月初 还没过两天了 你已经是公司第一名了 这个跑外物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做四小时 人生呢 就跟做四小时差不多 对吧 对吧 你是先进帐 让你多加安心呢 还是到老了 什么 什么四弊啊 家徒四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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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到底是哪一种呢 所以 所以这就是 这回事我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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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回事我想清楚 这回事我想清楚 这回事我想清楚